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有时候我就看到到底是所谓的内蒙古 内蒙古也就是这个中国领域的一部分 那或者是所谓的蒙古共和国的这个旅游行程呢 我就有点搞不太清楚 所谓的蒙古 因为它有历史嘛 所以要不要杜先生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蒙古的历史怎么样的一个缘由 我们讲到蒙古 我们现在一般市场上就是在旅游市场上 还有对这个我们的观光客来讲 台湾的客人来讲 对蒙古实在搞不太清楚 那蒙古你要看从讲哪一个部分 你要讲在成绩思汉的时候的蒙古呢 是包含了欧洲 然后一直到了元朝的时候呢 达到更多包括了到那个中亚那个部分 然后一直到了清朝的时候是最大的时候 那一直到了我们民国的时候 到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 那时候蒙古开始独立 开始分裂 一直到现在到今天 它变成整个蒙古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所谓中国大陆的内蒙古自治区 一个是现在所谓蒙古国 然后一部分是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 跟叫做萨燕林跟唐龙乌两海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在台湾主推的这个旅游是指内蒙古 但是我们现在主推的内蒙古 也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是以它的呼喊号色和包头和尔多斯的地方为主 所以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 比较深入一点的蒙古 是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从内蒙古 然后我们也会往外 到所谓的蒙古共和国那个地方去 是 好 那它的地理位置呢 我们请杜先生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 看这个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指的是内蒙古的部分 内蒙古部分 因为它南北 我们讲南北的话 它大概有两千多公里 长度 宽的地方有将近一千多公里 所以它的面积有台湾的33个大 人口2400万 那大部分人集中在哪里呢 大部分是集中在尔多斯 跟包头 还有这个乌兰查布 还有呼喊浩特 这个地方是它的人口最集中的地方 那一般旅游呢 也是指的这一个地方 OK 那当然上面到呼伦贝尔这个地方那是最漂亮的草原在这边 阿拉萨蒙这个地方那是沙漠区 然后过来这个地方 这个整个地方这个是个戈壁 戈壁沙漠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真的蒙古要旅游 内蒙古要旅游 你要分成三块 这个地方是一块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块 草原这边一块 然后这边人文文化这个草原一块 然后还有沙漠一块 沙漠一块 基本上是这样 这样我们这个讲旅游 然后再来就是分到外蒙古 外蒙古去 我们今天外蒙古的 这是外蒙古吗 对 外蒙古 OK 那外蒙古的话 我们现在外蒙古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是指 以乌兰巴托这个地方为主 乌兰巴托这个为主的话 然后我们往 就是两边伸出去 两边各出去 然后的景点为主 它没有办法去玩到所有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都是草原 然后都是叫做自然路 都是那个草原的路 泥土路 车子也没办法开 有 它车子就是专门 四轮船 吉普车 吉普车 然后在那边就在点点泡泡去 但是它的自然风光 是我认为目前来讲 是No.1的最好的 那当然它也有戈壁 戈壁这一块地方 它等于戈壁在它南方 它有个东戈壁 有个南戈壁 南戈壁这个地方 有四千多公尺的高山 那这边地方有个景点 到南戈壁省 它那边有冰河 有草原 有沙漠 这又是另外的特色 有冰河 有草原 有沙漠 没有错 没错 哇 自然景观 那现在一般我们来讲旅游 自指乌兰巴托这个部分为主 然后到它一个地方 它一个首都 原来在成吉思汗时代 有一个叫做哈拉荷林一个首都 然后到这边有一个国家公园 在望上走这边 有一个叫做特日乐籍国家公园 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叫 十三世纪蒙古风情园 它里面完全仿造 十三世纪的时候 它所借的蒙古包 还有它的服装 骑士 武士 全部都这样 那个非常有特色 刚才杜仙讲 内蒙古大概两千四百万人口 那蒙古共和国人口呢 OK 也很多人 两百七十万而已 两百七十万啊 那它多大 但是那个台湾的四十四倍大 就比内蒙还要大吗 比内蒙还要大 然后呢 它的两百七十万人口里面 有一百万在乌兰巴托 也就是说有一百七十万的人口 散布在整个地方 散布在整个地方 其实很多大部分在游牧 还在游牧放牧 天然的放牧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看到 所谓的游牧民族的生活 要到蒙古共和国去看 对 请到蒙古共和国去看 真的是 我们在路边就可以看到 很多牛羊这样的 保证看到 然后你放眼看过去 都是 都是 因为他们蒙古族就是靠这些 它不是牛 不是马 就是羊 OK 还有个骆驼这样子 所以蒙古人讲的话是 他们现在讲的叫蒙古语 其实现在讲的话 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又有点类似 就是好像当初从新疆那边过去的 它这样子 那因为蒙古语 它现在分得蛮散的 就是就类似好像我们讲 国语 可是有各地的方言 类似这个样子 然后基本上大部分知识通的 但他们就是阿尔泰语系 这样子 然后他们听说阿尔泰语系 又有点类似这个 所以在图瓦 有个图瓦族 他们讲的语 他们说他们的语言 到现在在图尔及 还早可以找到 讲的一模一样 还行得通的 还有一部分地方 所以如果讲北京话 到内蒙古是可以的 通 到外蒙古不通 就不通了 完全不通了 但是他们蒙古族之间会不通 就内蒙古的蒙古族 讲的蒙语跟外蒙古 蒙古我讲的蒙语是通的 OK的 但是字不通 因为内蒙古 他们现在发 在等于发扬 他们的传统文化 他们写的是 传统的蒙古语 蒙古文 但是在外蒙古那个部分 因为送到俄罗斯人的影响过 所以他们现在所有的 蒙语都是用 俄罗斯的35个字母拼出来的 所以你看讲到俄罗斯一样 可是他发出来的音是蒙古音 蒙古音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问题 那他们的长相呢 内蒙跟外蒙的长相 都差不多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我们基本讲的 蒙古人的长相都方头大了 国字脸这样子 怎么讲呢 你去了以后 你会发觉他真的是蒙古的 那种所谓传统的 他们的长相 但是也随着时代慢慢的变演变 还有他们那个曾经打过 打到过欧洲去 曾经就是有混血过 所以他们现在那边女孩子 就是男的女孩子 基本上 怎么讲 就有一点那种混血的 对有一部分 但是传统的 就是正统的蒙古人 还是有 一分分的还是分得很清楚 骨架子 他们的骨架子身体 就是比我们东方 比我们这个所谓的汉人 结实 是 结实 非常结实 而且快得很大 对 没错 所以他们女生会比较高大吗 女孩子 很奇怪 他们的女孩子的身材都很好 看不到胖子 看不到胖胖的 很QQ 很Q的那个女孩 看不到 他们都是身材很好 很好 然后很奇怪 每个腿都细细的 就是细细长长的腿 去那边你就看到了 因为在那边实在无法用行 没有办法形容 你去那边看 看看真的是 满街好像都是 都是 都是那个 好像都锻炼过的身材 没错 而且乌兰巴托 现在是目前全世界 最年轻的城市 乌兰巴多啊 年轻人最多 老年的人反而少 因为老年人不喜欢住城市 都喜欢住到蒙古堡里面去 所以到乌兰巴 满街看的大部分都是 年轻人三四十岁 漂亮的年轻人 对 蛮多的 所以他们的交通工具呢 如果在内蒙跟外蒙 也不太一样 对不对 OK 你如果在内蒙的话 因为它经过 中国大陆已经这么多年的开发 所以它的公路 高速公路 还有它那个火车 还有飞机 整个是完全的是现代化 非常的方便 但是外蒙古到现在 它火车就那么一条 主要的干道 它这个火车干道就是 从这个东戈壁这边 一路过去 到乌兰巴托 穿过去 到俄罗斯的背加 到那个乌兰乌德背加 到俄罗斯特去 那就这一条最主要的 然后其他有一些支线 那飞机的话 它从我们亚洲这边 可以飞过去 就从我们台湾可以飞过去 从香港飞 从北京转 或者从那个汉城 或者是从东京转 就这几个地方 别的没有地方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直飞 那从中国大陆就多了 北京特别 班机特别多 还有从呼汉浩特 可以飞到那个乌兰巴托 但是它在外蒙古的交通 国内的交通 就非常非常恐怖了 它的柏油路 都是坑坑洞洞 没有什么非常现代化的柏油路 没有 完全没有 有看起来好像是 其实它就是 你车子开上去 就颠颠泼泼 然后动不动 在修路的时候 车子就开到草原上去了 所以它那边的师傅 就是我们一般讲司机 都是全能的 他们车子开到草原上面 车子坏掉 他们都会修 都一人 就是司机兼师傅 司机兼师傅 兼手 全部都会 所以在那边 就是说你可以体验到 就是说所谓的 所谓的大自然的马路 他们叫自然路 那当然 当然在到很多地方去 包括你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大部分都草原 那草原上面 它就用四轮船 四轮船的那种机步车 一步这样跑过去 那我们到那边 也是可以骑它的 例如说骆驼啊 马啊这种吗 有 它现在有专门的这种旅游 就是说欧洲人 欧洲人或日本人 他们蛮多的 就是他们用骑马去旅游的 就比如说我到了乌兰巴托 我到了乌兰巴托以后 我从这边就骑马 骑到往这边走 走到肯特省去了 骑过去 一路骑啊 一路骑过去 骑个七八天 十天 二十天 然后到那边以后 他们在 charter 就包一部直升机 来接他们 把他们再继续回来 但问题是不是 每个人都会骑马吗 所以 所以去的 所以这个是有特定族群 对 那骑骆驼有 骑骆驼的话 就是在戈壁这一带 戈壁这地方 戈壁这地方 他们就骑骆驼 那听说我们台湾 现在要组一个探险队 就是从内蒙古 一直骑骆驼 从内蒙古一直骑骆驼 骑到乌兰巴托去 哇 好像今年 十月要组一个队伍过去 但是在内蒙的话 他的交通就很方便了 非常 他就是 汽车 就汽车 就是游览车巴士 对了另外讲了 说在乌兰巴托 外蒙古的 所有的旅游巴士 全部是二手的 没有全新的 因为全新的 到了草原 也都坏了 所以全部都是二手的 这一点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是 好 我们先请杜仙人 跟我们介绍了一下 内蒙跟外蒙 大致的这个不同点 还有里面的人文 然后交通的便利性等等 我们稍后就来看看 如果我们要到 内蒙外蒙的行程 加起来 如果是十天 十一天的话 有哪一些的行程 是必到的景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八月去的时候 天气温度高吗 这样子 我们没看地方 因为我们在蒙古是属于高原 高原地方 平均的高度大概800到1700公尺 所以它是早晚很冷 白天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什么树荫遮的 或它白天太阳晒的话 真的是蛮热的 尤其你到了沙漠去的话 其实会高到三十几度 但它那个地方气候非常干燥 晚上的话 你要穿外套 甚至于你可能还要盖棉被睡觉 温差是大的 非常大 好 所以我们就请杜仙来给我们安排个 十一天的行程 我们从内蒙古开始走 那要从哪开始走呢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都是从台北坐飞机 直飞北京 因为现在直旁了 我们到北京以后 当天就飞到包头 包头是内蒙古最大的一个城市 到了包头以后住宿以后 然后第二天呢 我们就是在包头 我们是以包头的最重要两个景点 就是包头到阿尔多斯之间 两个最重要的总点 一个是库布奇 沙漠的响沙湾 还有一个沉积四汗陵域 这两个地方是它最重要的两个 所以从北京到包头要多远 北京到包头的话 我们坐飞机是一个钟头左右 北京到包头一个钟头左右 台北到北京三个钟头 所以很近 很近 所以等于是台北到包头 我们只要花大概五六个小时之间 就到得了了 没错 只是现在还不能直航 可能后面要直航 就直翻到更近了 好 所以我们第一天就直接从台北 北京到包头 到包头了 到包头之后 我们就到沙漠去玩 沙漠 然后到这个沉积四汗陵 所以我们可以看个图片一下 看一下那个图片 因为这个沙漠 因为想沙湾在 其实在 刚刚大家也介绍过的地图里面 它也跟那个戈壁沙漠有点关系 所以说他们那边 其实沙漠蛮蛮漂亮的 蛮多的 所以最有名的是 开发最好的就是这个想沙湾 那它本身有缆车去 坐缆车过去 到对面这个沙 到这个沙漠以后 然后到这个沙漠以后 然后我们就要坐车子 进入沙漠更里面 更里面以后 它安排骑骆驼 骑骆驼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那边安排骑骆驼 然后骑骆驼 然后骑大概半个多钟头 到四十五分钟以后 骑到也是骑到沙漠里面以后 在从沙漠里面坐 他们那里面专有的小伙子 来坐出来 否则你走路根本走进去 你走不进去走不出来 所以它这个已经是把它设立成一个 等于是 一个包装形成 包装形成 戈壁 戈壁 戈壁的一个鱼部 就比较靠近中国这一部分 沙漠 是 那它这个沙漠 为什么叫响沙湾 因为它的沙子 晚上在滑动的时候会有声音 所以他们只要给它说 叫响沙湾 只是这样子 因为它那里面有滑沙 滑的时候它会有声音 所以他们叫响沙湾 所以一般人到这个蒙古 或新疆 就会去骑骆驼 这个骆驼是单风的是不是 双风的 中国大陆全部都双风骆驼 单风的是在阿拉伯 对 没错 那你真正 到夏天去的话 有一个跟大家讲 就是夏天去骑骆驼 一定要穿长裤 对 因为夏天的骆驼 毛是掉光的 所以骑那边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对 因为我去年 暑假在新疆骑过骆驼 骑骆驼是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也走了快一个小时 然后我包得像一个阿婆一样 因为太热了 也是在沙漠 真的是 我觉得骆驼要下马的时候 就是骆驼要下骆驼 他落的时候 他起来的时候 一定是后仰在前颈 那你如果是下来的时候 是前颈后仰 他下来的时候要抓紧 对 一定要抱紧 你会吓一跳 你可能会晒下去 对 因为他是跪下去 对 忽然跪下去 然后都跟下来 对 所以在这部分 骑起来是稍微心理准备一下 是OK的 但是是很有趣的 对 然后我们这个部分完了以后 我们去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吉思汉林 这个是成吉思汉 这个时候他们号称成吉思汉 他的所有的衣冠 衣冠种的地方 那成吉思汉他是在蒙古人来讲 他是秘藏 他死掉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秘密的埋葬了 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哪里 完全不知道 因为蒙古的所有的汉 大部分都秘藏 那现在这个成吉思汉林里面 他现在目前只有买了他的孙子 孙子的他们的林骨 还有他的两个老婆 两个太太 夫人在那边 那这个成吉思汉林 在成吉思汉死掉以后 这个林就存在了 那二多斯其实就是林木 就是林木很多地方 那当初是忽必略 忽必略就是他的孙子 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这个二多斯 那二多斯 那现在目前为止 这边有一个 他们有个守灵人 这个守灵人 他们叫达尔护特蒙古人 达尔护特蒙古人 他们这个族 他们的责任 他们的工作就是守灵 别的事都不用做 那这个守灵人 也是要经过征选的吗 他们这个就是 成吉思汉的那个族人 成吉思汉他们那个族的族人 所以他们这几百年来 就这样子 都不用做事 政府给他们钱 房子要能盖好 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他们就是 工作就是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每年 有几次祭典 最重要的一次 是3月21号的春祭 非常声大 所有的蒙古族 都要跑去那边去祭 祭拜这个成吉思汉 那这个成林里面 它里面放的是 成吉思汉使用过的马鞭 还有它的那个马鞭 还有一些 它使用过的一些东西 那这就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蒙古人的 所谓的精神所在的 就在成吉思汉陵园这个地方 对 然后所有的蒙古族家里面 一定有成吉思汉的图像 每一个家里面 每一个家里面 一定有 如果使用是蒙古族 一定会有 那有它的图像 它们要有什么祭拜吗 就是它们的精神 你说到现在还是 这样子 所以到这边去的时候 去那边我们会有 它有专门的祥导 给我们介绍 然后同时它有很大的一个 画得很棒的一个壁画 整个介绍成吉思汉的一个 它的一生 一生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 一去看的地方 在这部分到现在 成吉思汉的零园 那我们这边结束以后 我们的行程就后面 就会回到了 就是从二多士 回到万浩特 那同时我在这边 简单介绍一下 二多士 二多士是目前 中国大陆最有钱的城市 最有钱的城市 二多士啊 对 它的GDP成长 是中国大陆 成长最快的 最高的 OK 因为它这地方 产那个稀土 不是 稀土 稀土啊 你知道吧 稀土现在就是 稀有的那个 对 稀土 的天然资源 OK OK 所以在二多士 它们一般人来讲 就是说 你到二多士去 我们台湾所谓的 双B车 在那边 它们叫上超市用的车 就到超市市场 买东西的时候 开双B的车去 OK 在二多士这样子啊 是的 满街都是 另外呢 它们如果上草原去的话 它们开的是 Land Rover 它们叫陆 OK Land Rover Land Rover 台湾也是好几个一样 是 然后条件比较好的呢 出去开 就参加宴会的时候 开的是Land Rover 连宝监林 全中国大陆 蓝宝监林 最多的地方 就在 二耳朵市 哇 所以如果说 我们要搬到 二耳朵市去的话 我们是很穷 我们没有钱 那它们的 它们在二耳朵市 你刚刚说 它们因为 有这么多的 这个罕见的天然资源 那因为它们是 等于是 二耳朵市这个城 很有钱嘛 对 那它 就是如果是 它的居民的话 它们是 怎么样 它们可以得到 什么样子的 一些 那我倒没有听过 有得到什么 但是它们因为 它们有很多的 开了很多的煤矿 所以 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以二耳朵市人 在那边 盗奔工作是什么 它们还是一样 上下班了 但很多人是 煤矿的矿主 就我们所谓 台湾的产锣 你知道吗 就它家地忽然 这个木地里面 这个木场里面 突然就是有天然之间 突然人家跟你讲 你下面有煤矿 我给你 我给你 你给我 给我挖二十年 我给你六个亿 我给你八个亿 人民币 你就去度假去了 这个地给我挖 挖二十年 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这个二耳朵市 我稍微挤一下 它看到 实在是 所以二耳朵市 这个地方 人多吗 人还OK 也是内蒙古的大城市之一 应该是三大城市之一 对不对 二耳朵市包头跟呼万浩特 是 OK 那我们第三天 我们从二耳朵市到呼万浩特 这其实他们的车程 大概都是两个钟头之内的车程 然后我们到呼万浩特的话 我们一定到那个昭军林 这个我们都是到王璋局 我在匈奴时代是王昭军 然后还有值得一看的是 内蒙古一个博物馆 它是中国大陆 所有的博物馆里面 所有的景点里面 唯一一个不要票的地方 而且设备非常好 里面它里面陈列的东西 非常值得看 然后还有一个大招式 大招式各位知道 就是我们在蒙古 它是藏传佛教 所以他们的系统是 这个中国 中国这个 就藏传佛教四个活泊里面 其中一个系统 就是在蒙古这边 那我们 看一下照片 那照片 那赵军林在这边的话 我们去的话 因为他是在 呼万浩特郊区一点 他开车大概二十多分钟 他在那边 这个地方有个地方 有个小山 青种 一个青 他是因为长草 叫青种 听说 赵军就埋在这里 那照片 然后他那边还有 旁边还有一几个博物馆 展示厅 展示一些匈奴的一些历史 那其实匈奴就是蒙古的前身 突厥匈奴 其实跟蒙古就前身 这样 那这个是个重点 是个赵军林 然后 我们这个内蒙古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馆 它集合了当地的这个 所谓的动物的这个化石 恐龙化石 恐龙化石 各位知道内蒙古的沙漠里面 是恐龙化石最大的发源地 发掘地 同时它里面 我还要推荐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航太管 航空太空管 它因为内蒙古也是 中国大陆火箭发射基地 在内蒙古 就是我刚刚有介绍一个地方 叫哈拉扇佐奇 那个地方 沙漠地方 它有个东风火箭发射基地 那在这边就展示出 你要了解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目前所使用的 空中 那个太空载具那些东西 你就到这边去看 然后这边 它这边还有展示一个恐龙 好像是目前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恐龙化石 就在这边 然后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博物馆分四层 上下 上面两层三层 四三层 第四层第三层 它是介绍所有的蒙古的历史 包括从匈奴 突厥 什么各方面 他们的挖就出来的古物 包括他们的衣服 还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值得看的 非常值得参观 所以在内蒙 其实有很多的人文 资产的这个部分 可以去多了解的 没有错 它有东西值得看 还是有东西看 不是光只有草原 然后 大昭寺 大昭寺的话 大昭寺其实它就叫 这个无量寺 无量寺它里面 就是因为它曾经 那个 哲不尊丹巴佛佛 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来 OK 遥不过 但是它这个是属于 藏传佛教的四大系统之一 因为它藏传佛教 有班禅 有达赖 有个张家佛佛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哲不断家佛 这个蒙古的佛佛 它们是指的是只有蒙古人性的 这一个系统 那这边呢是他们一个 等于说是类似 布达拉宫的一种象征 就是大家都要到这边来 来参拜的意思 这样子 所以它里面还有这以前皇帝 搬的这个牌子 在那边 石牌在那边 这个部分 OK 好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进行 我们到蒙古的行程 还有哪些景点呢 马上回来 好 看过了内蒙古博物馆 还有大昭寺之后 我们继续往呼和浩特走 对 我们呼和浩特刚刚介绍过了 去参观它那个内蒙古博物馆 还有那个昭君墓 还有我们再看它那个 所谓大昭寺以后 那我们就要离开那里 好 因为呼和浩特 它其实是个行政首都 它并没有什么景点 在市区里面 那时机我们又要往边界走 国界走 那我们从呼和浩特 经过一个葛根塔拉草原 那我们在有的行程里面 是会安排这个草原住一个晚上 那这葛根塔拉草原 也是目前我们在内蒙古 它自治区那个所谓 纳达姆你知道吗 纳达姆的举办的地方 就是摔角 摔角 射箭比赛 起码 当然它现在还有骑骆驼 还有更多的活动在里面 那这个纳达姆在蒙古族来讲 就是游戏的意思 游戏放假的意思 假日的意思 那他们那时候就是要 为什么以这三个活动为主 是因为摔角射箭跟骑马 是当初在早期13世纪的时候 蒙古勇士 战士们基本的这个条件 他生存的条件 第一个你会骑马 第二你会射箭 射完箭以后 就开始跟客人 不是跟客人 跟敌人 入国战的时候 你就要会摔他 你摔倒他 你才可以打赢他 所以他们的基本的这个房子 这个所谓的技术 那在格恩塔拉草原 是目前唯一 就是说是在这个蒙古 那蒙古里面 草原里面 就是它设备最好的一个 但它的草原 它的蒙古包 是用水泥盖的 里面有卫浴设备 有卫浴设备 很先进的蒙古包 对 没错 但唯一的就是没有电视而已 其他都有 那它有冷气吗 有 它有冷气啊 那我想我这里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格恩塔拉草原 那草原它就这样 它这个像 像这个部分是它的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 reception 就是所谓的接待中心 接待中心 餐厅在这边 然后旁边可以看到这边 那个小小的 所以它这个水泥盖的 对 水泥盖的 它把它盖成那个蒙古包的样子 没有错 没错 那这个就是 怎么讲呢 就比较 现代化 可能比较喜欢 因为可以喂浴 但是你如果到了外蒙古 就sorry 就对不起没有了 那就到时候 我再跟大家介绍外蒙古 那当然它在这个 纳达木的时候 在那边举办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 23号 7月23号开始 连续一个礼拜 我们都有初谈 到那边去看纳达木 所以它纳达木是 每年的7月底 7月23号 23号到28号之间 这一段举办 举办五六天这样 但是整个一年 就举办这么一次 所以外蒙的人 会到这边来吗 不会 外蒙的人不会过来 光内蒙古的 蒙古族会到这边来 是 那我们到了这边以后 我们再往前走 再继续走 会走到我们所谓的 到那个二连浩特区 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从那个 格亨塔拉草原 我们这个探访牧民家庭 一般来讲 我们讲探访牧民家庭 在内蒙古的牧民家庭 跟在外蒙古的牧民家庭 是不一样的 内蒙古的牧民家庭 它是定居的 就在草原上面 它盖了房子在那边 它不是游牧的 不是游牧的 所以你去它家 它也是会带衣 给你喝一些奶茶 跟奶酪这些东西 和优格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 比较没有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会拜访一下 但是 从 格亨塔拉草原 到二连浩特 就国门这个地方 就国界这个地方 要经过一个叫恐龙大道 因为它在高速公路上面 两边 在都是那种 半草原沙漠地方 它就在那上面 弄了几只那种恐龙模型 可是让你生利其境的感觉 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 照片看一看这个部分 恐龙很大 你要进入二连浩的时候 就在公路上面 它就两条 两个龙 好像这个门一样 好像这边穿过去 然后沿路过去 你就会有这样 在公路旁边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恐龙在那边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景点 不会让你在路上 很无聊的感觉 好 这样 然后我们在过去 就到了中盟的边界 中国跟蒙古的边界 叫二连浩特 二连浩特 它本身这边也是 有一个他们所谓的国门 就这个地方 一个楼牌 一个火车过去 那边就到了外蒙古了 然后这边是它的戒碑 表示这个东西摆在那边 就是这个国界是在这边 它是个无形的 因为它没有办法 整个围起来 好 还有这边一个解说在这边 OK 所以如果台湾旅客 它内蒙外蒙都要去的话 它要办的签证就有两 就是一个台胞证 一个台胞证 然后一个是蒙古的签证 蒙古签证 蒙古签证会难申请吗 很好签 很好申请 你在台湾 我们三天签证就下来了 只要有外蒙古那边 发一个邀请函 邀请函就表示说 你在那边有订饭店 有订交通住宿 有人接待你 OK了 就可以了 对 就可以了 那我们后面的行程 再来就是从 我们就开始要从 中国进入 进入这个 蒙古共和国了 对 那我们这边 我们这次安排的 一般安排的是 发行业务火车 那现在也有从 乌汉浩特坐飞机 直接飞到乌兰巴托去 但是呢 为什么我建议要坐这火车呢 就是体验一下 这所谓的 西伯利亚铁路的 就是从北京 一直到 俄罗斯的莫斯科 主要经过蒙古的其中一段 所以体验一下 它的火车就走在戈壁沙漠上面 其实风景很漂亮 早上的时候看整个 沿路的风景 一路到乌兰巴托 非常漂亮 然后它这个部分 这边有个地方叫杂蒙古德 杂蒙古德其实就是边界 就是二连号特是中国大陆的边界城市 杂蒙古德是蒙古的边界城市 然后这边坐火车到这边 那我们在这边是检查护照 人在车上不用下来 不用下去的 对 由蒙古国的边界人员上车来 收了我们的护照以后 他去盖一张盖好张 还给你 还给你就OK 你就自由了 你可以下车来走一走的 是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是基本上是 这个有过这个程序在那边 那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所业务火车 因为我们现在业务火车 都是睡的卧铺 卧铺 一般来讲 卧铺就是如果到青藏那边去的话 也有卧铺 也有卧铺 对 这边还有跟大家简单 刚刚忘记介绍了 在那个二连号特那边 有一个靠近二连号特 往北边那边 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 那边有一个叫 二连盆地 白厄纪恐龙化石 这个埋藏馆 因为它这边就是 发掘恐龙化石的地方 它在旧地 它就盖出一个博物馆出来 人到现在工作的人 还在那边卖发掘 所以你去那边 可以看它的工作状况 同时你可以看到 它的很多的恐龙模型 在那边 所以喜欢那个 古生物研究的 到那边去一定很棒 你喜欢看化石的 恐龙化石的 你就到这边看就没错 OK 然后这边就是 我们的业务火车 那业务火车的话 它一般来讲就是 它有两个床的 也有四个床的 就是它们主要软卧 OK 那这个火车呢 我们就是上车以后 就是一晚上就住在火车上面 然后这火车就这样子 就开到乌兰巴托去 这种体验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这种火车 但是还有在蒙古 跟这个中国大陆火车 铁轨不一样 一个宽轨一个窄轨 所以它火车一般到了这个边界的时候 就要换轮炭 换那个轮子 要换轮子 那要花三四个钟多 那我们因为这个是从二连浩特过去 所以我们免了那个 等那个火车换轮子的一个时间 所以二连浩特过去这样子火车要坐多久 如果说只过边界 过国界非常的慢 大概要两个钟头 短短的十几公里 要两个钟头 因为它不能开快 因为那国界嘛 那到那边以后 因为都要检查 所以花两个多钟头 所以唯一的这个 就是很多客人不亮点 奇怪这么短 为什么这么久 因为它不能开快 所以这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你进入了这个 到了这个杂蒙古德以后 就是蒙古的这个边界城市以后 我们就真正的进入了这个蒙古国了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所有的建筑就有俄罗斯风情了 你看到这个字没有 这是蒙古文吗 这就是俄文 俄文的那个字母 但是念出来是蒙古语 蒙古语 没有错 所以说到了这边 好像不清楚的 好 以为是到了俄罗斯一样 它其实就是蒙古国 因为蒙古到现在 很多老人家还是讲俄语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边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到乌兰巴托了 我们就要到乌兰巴托了 那我们是火车住一个晚上以后 第六天我们到了乌兰巴托 早上差不多十点多到了以后 我们就当地的导游来接嘛 然后坐车子 我们就开始参观 乌兰巴托四驱观光 包括四驾模拟公园 所以很多人很奇怪 为什么蒙古就离不开四驾模拟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是 所谓佛教徒 然后他们一个宅山疏军纪念碑 因为这个俄罗斯部队曾经 军人曾经帮助了蒙古人 打败过日本人 所以那个蒙古人 他们会感谢他们 然后伯格多汉东宫 指的就是那个折布尊丹巴佛佛佛 对他们那时候叫汉 因为在清朝的时候 蒙古人已经不准当大汉 不准当领导人 所以他一定是由藏传 藏人 由这个所谓佛佛 顺便当这个国王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把蒙古人整个就是 给他踢出到旁边 不让他当领导了 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直从 这个所谓一试二试 到现在一直到第九试了 第九试活佛 很奇怪 蒙古人真的看到他 很谦诚地握摆他 就像看到那个达赖喇嘛一样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 那时候是第八代的那个 他有一个东宫在那边 然后去参观一下 他们当时候的国王 就当时的国王的住宿 然后还有他们苏和巴托广场 他们唯一的广场 还有国会大厦 还有国营百货超市 这是我们在 到那边 到国营百货超市干什么 就买点水果 买点水果 买水果 在蒙古的水果 好像不太多 全部进口 全部进口 他们没有水果 沙漠 对 没错 太干了 太干 而且气温相差很大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种到 种不出水果来 所以他们水果 就是博来品 全部博来品 有台湾的水果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大概 就我所知 大概百分之百 都是从中国大陆运进去 对 用火车 或者用火车运进去 所以到那边就可以买 但是在那边 可以买到 很多 俄罗斯的产品 包括它的巧克力 包括它的鱼籽酱 它那边有鱼籽酱 还有很多东西 就是 你到俄罗斯去过的话 那俄罗斯的面包 什么什么东西 那食品 在那边全部看到 其实这个城市 乌兰巴托 是非常西化的一个城市 是 非常西化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看 这个乌兰巴托的照片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的几天行程 我们请杜仙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现在 到了乌兰巴托以后 我们就有几个重点了 然后我们变成要离 从乌兰巴托 离开乌兰巴托 走草原 经过一个地方 叫做巴元戈壁 然后到哈拉荷林 哈拉荷林是在 成吉斯汉的第二代的时候 他们所设定的一个首都 以前蒙古是没有首都的 他们在那边设定首都 然后在那边 我们要经过草原 会看到游牧家庭 然后我们去面拜访 所以这个游牧家庭 跟我们在内蒙看到 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们从第八天的时候 在哈拉荷林以后 去看一个二德尼昭市 这个地方 它现在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地方 当初的很大的城市 但什么都没有了 被灭掉了 被毁掉了 只剩下一个招式在那边 然后再回到乌兰巴托 我们会观赏一个 蒙古的传统歌舞摇演 然后我们再回来 再来的时候 我们乌兰巴托 再隔一天 我们会到 经过成吉斯汉雕像 到一个十三世纪 蒙古风情园 然后再到特尔勒吉国家公园 再住在蒙古包 然后我们再从特尔勒吉 回到乌兰巴托 参观甘丹市 服务馆 然后一个羊帽商场 买开斯米尔的羊场 然后我们就回台湾了 回北京 回台湾 所以我那边后面介绍一些图片给大家 那我们到这个所谓的哈拉荷林 就去看这儿德尼朝市 它这个留下一个当初的这个寺庙的一个 一个城堡在那边 它有108座白塔 在草原上面 旁边什么都没有 就没有山都没有 就是草原上面一个108座 非常漂亮 然后在旁边这个是当初清朝皇帝送的这个一个神龟 就是送给他们一个保护的东西给他们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草原上面就有人在那边开始做生意了 那这一章是我们去的时候去游牧家庭 就在草原上面有游牧家庭 你就可以进去拜访他 参访他 好 那我们这个同时呢 我们还有到一个特热级国家公园 那特热级国家公园里面呢 它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这乌龟石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乌龟石在那边 远看就是你看就像乌龟 就像乌龟 然后呢 你七八月去的时候碰到小孩子放暑假 你就会看到很多蒙古族的小孩子 骑了他们自己的马 就到这边来做生意了 他就希望你骑其他的马 给他一点钱 对 所以我们去那边的时候都会叫客人 带点小礼物送他们 要带什么小礼物 比较不失礼呢 铅笔啦 贴纸啦 或者我们台湾吃的饼干什么之类的 就非常好 不需要很好的东西 一些文具 小饼干 小零食 最好是有你拍立德照片 那个拍立德的那个照相机 马上拍马上送一张给他 因为他们住在草原上面 没有机会照相 所以你拍张送他的感觉 他可以看到他自己 然后他马上就挂在家里面 很高兴 那个是非常多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到那边去会看到 你看每个技术都 骑速都很好 每个技术都很好 所以他们小朋友是多小就会骑马了 生出来就会了 生出来就会 只要可以坐在马上面 他们就让他骑了 你看那边小孩子都 都几岁 没有 大概七八岁而已 每个技术都很好 在这边 那 同时呢 我们在特勒吉国家里面 我们要住一个晚上嘛 那特勒吉国家公园里面 他就蒙古包 就这样草原上面 所以他这个是纯正蒙古包吗 传统的 传统的蒙古包 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有个小屋 看到没有 这个是位于设备站那边 所以如果要上厕所啊 洗澡也要到那边去 对 没错 他分开那两边 但是蒙古人 在整个大环境处理得非常干净 非常的干净 内蒙古稍微差一点 蒙古蒙古反而要干净 对 内蒙古你知道 人多嘛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呢 他另外 每一个 每一个他有很多的度假村 蒙古包度假村 他一定有个大帐篷 大帐篷就是餐厅的意思 你去那边 就在那边吃晚餐 吃早餐 大部分都是一破二十 一破二十 一破二十 然后这边 这个部分在那边 好 然后在那边呢 就是草原上面 你可以看到后面 全部是草原 可以看到 一望无际啊 一望无际 然后这个小孩子 他们就把他马牵过来 一起 骑一次才五块钱美金而已 好 他会牵着马 牵着这个马 如果你不敢骑 他会坐在你后面 帮你骑 你坐在前面 他带着你骑 其实蛮多 我们的客人 很喜欢这个活动 好 蛮OK的 好 再下来呢 就是我们探访 有牧民家庭 牧民家庭 他们就在草原上面 你进去 他们是非常热情的待客 不管你是哪里人 你来他一定会接待你 那接待你的时候 我们就带点小礼物送他们 一般来讲 我们就送他们 那去那边呢 他一定会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一定是 奶酪吗 不是 就是优格 哦 优格 真正的百分之百的natural 天然的优格 没有不加任何起因机 没有那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纯正 纯正 然后他们还有喜欢炸果子 用那个面食炸的 炸的东西出来 我们在看到 沿路你会看到 他们这个游牧家庭 搬来搬家 骑着马 你可以看到他们小孩 你看这个骑着马 拿着那个马肝 这些小孩 游牧民族 他们上课怎么办 这是个大问题 他们可能就是有老师会 就是所谓 送课本到他们这边来 让他们去读 在家里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景点 就是沉寂四汉的那个 好大 光盖起来的 你看那个楼 这边就已经三层楼 一路上去 人可以从这边出来 哇 他电梯上去 是 好 这个是一个景点 然后再来 我们就到了这边 有一个 军营 十三世纪蒙古风情园 他里面就是盖的 就当初 像沉寂四汉的时候 那个部队里面住的 然后客人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穿上 当初的战士的服装 照相 好 所以很多人到那边就是 就是你感受 就完全就感受到 蒙古的这个 这个感觉了 这是蒙古的军营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蒙古包 住宿的蒙古包的内部 就进去 门槛是不能踩的 门槛不能住进去 然后我们住在里面 它里面一定有那个火炉 因为晚上很冷 七八度 所以他们一定要点火 要不然客人 就是我们就动 他早上温度如果三几度的话 在蒙古包里头 不是 中午很热 对不对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 一黄昏以后 那个草原 那个风一吹的时候 马上周降 周降的时候 他就开始来 你吃晚餐的时候 他要点火了 把你暖起来 所以他一定有火炉 但是他会跟你讲 你半夜要不要再来点一次 如果他不点 你不点的话 我保证你那个 在三点到四点 你会动起来 是这个样子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餐饮的部分 但一般早餐 他吃的 蒙古族很多的面 是用油炸的 用油炸了以后 餐的奶油炸以后 他奶油当然是自己制的 对不对 果酱OK 可能是进口的 或自己做的 然后面包都自己烤的 牛奶是到处都 牛奶很多 其实他们的这个餐 其实他们是非常多样化的 他们接受了很多 西方的晚餐 所以他们的汤 有汤 这个是所谓的西式的 面包 包括这是乌克兰的一种 腌的猪肉 他们都有在那边 很有名的一个餐厅 在乌克兰的餐厅 在那边 对 所以他们餐店也算多样化 也受到西方的影响 对 跟内蒙古完全不一样 内蒙古就是中式的 到这边你会接触到西式的餐 那另外 对 那在这边 你到这边另外一个 我会接受到西式的餐厅 那边 我会接受到西式的餐厅 在这边 我会接受到西式的餐厅 在这边 我会接受到西式的餐厅 我会接受到西式的餐厅 我会接受到西式的餐厅